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荷兰等欧洲面包大国组队去参加 参加人都是该国的佼佼者 那台湾也多次在这次世界大赛里面 拿到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现在面包职人更受到大家的重视呢 获得冠军 然后台湾的国旗 在这个国际大赛飘扬的时候 其实真的蛮感动的 然后会让人家觉得很想犯累 没错 可是先不要急着哭 因为我们今天非常难得 可以邀请到台湾甜面包界的烘焙王 然后他跟他的队伍 也获得2019年 路易勒斯这个面包大赛的冠军 那烘焙的历史 也已经超过22年 然后有什么烘焙的问题 专家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请教他 我们热情掌声 欢迎我们的面包王 张士斌主厨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士斌师傅 那也可以称我为阿斌师傅 那明年将会代表台湾出赛 那在踏入烘焙业有22年 那经历了比赛有14年之久 面包这两个字 因为现在尤其是你穿这个制服 我看得很清楚 我想说面包这件事情 这两个字对你意义是什么 然后你是什么样的机缘 然后会去学做面包 好 我在小六的时候上来台北打拼 然后以前上来台北不乖 然后在撞球间工作 然后刚好一个姻缘机会之下 碰到一间面包店的老板 他跟我说 你在故撞球间有前途吗 那你要不要来偶甘乎 那时候没有读书 是不是都要偶甘乎 对 然后从此那一天以后 我就把球间的工作辞掉 隔天中午那个老板就打电话来 叫我去上班 我有印象很深刻的是说 我去上班第一件事 就是削马铃薯 从学徒最基层的做起 对 然后慢慢的看到 宝春师傅 在世界得奖以后 我就跟我自己说 我也想要比赛 虽然我什么都不会 可是 我有那个决心 所以就默默的练习 虽然那个时候所做的东西 人家都会嘲笑觉得说 你凭什么去跟人家参加这个比赛 可是我不想让人家看不起 在参加世界赛的时候 很辛苦 练习 反复的练习 每一天都做同样的东西 一个东西就做了上万个 对 这么多 你有没有吃面包吃到 吃到不亦乐乎这样 我很喜欢面包 相对的我也让面包很喜欢我 对 这蛮重要的 但是我比较想要知道说 因为面包的事 面包其实可以细分很多 然后品项也很多 类别很多 那你的专项是在甜面包 你为什么会选择专攻这个部分 那它的特色是什么 你的特色应该说 你怎么样赋予甜面包 不一样的生命跟价值 好 那首先第一个出发点来讲 因为我想要比这个甜面包的项目 那我就是会想要去找 它是从哪儿而起 那为何它叫甜面包 譬如说 一个比赛项目它叫不留修 它就是高糖 高蛋 高油脂 那另外一款是丹麦果油类的面包 就是以丹麦面包里面下去果油 它下去变化 一开始变化可能就是原来的颜色 可是变化到后面 可能就有三种颜色 红色 原色 黑色这样子 那慢慢的怎么样给它生命呢 就是说做出属于是我自己的东西 对 它是有技术性的 这样子我没有很清楚 怎么样叫属于阿斌师傅 有生命意义的甜面包 我记得我在比赛的时候 有一个项目分数拿得很高 那个项目叫做芭蕾舞者 那为什么叫芭蕾舞者 我要让人家感觉它是在跳芭蕾的一个面包 所以我做了两层的高度 然后上面在做一个巧克力的装饰 是芭蕾舞者 对 我想要让人家感觉到 用感官就可以感觉到我在想什么 那我就会用反真的一个想法去做它这样子 对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设计这些面包 你的灵感是从何而来的呢 灵感就是一直失败找寻成功 不是那一再的失败从来没有打击过你吗 你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或者你觉得我没有那个天分 我不能放弃 因为吸引立法则 我想要它 我要去吸引它 碰到挫折 有啊 我去海边大叫 对 那你的 就是提 就是提息你的这个 就是除了那一个 就是说叫你不要再继续在手 求奸了 然后的那个师父之外 还有谁曾经为你的这个这条烘焙之路 注入了不一样的色彩 有 有贵人吗 有 一个很重要的贵人就是 我们一直宣 食品 烘焙坊的董事长廖民坚 对 他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贵人 就是 他总是默默地支持我 总是我想跟他说我想做什么 他就是没有考虑二话不说直接说好 而且他教了我很多就是 理念 还有做人就是要很正向 对 其实 我们走到这里 我们公司每个人都要有三个特质 就是一个是 逻辑思考能力 那第二个是 分辨是非能力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 要有自我精进的能力 对 几乎跟我们董事长跟久了以后 其实都是家人 那家人都在同一条床上 所以思维变成说都会 一直往好的地方学习这样子 对 那你开发面包的过程里面 你自己最得心应手 然后你自己觉得 你最推荐的面包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那我最推荐的其实是我们 目前的三宝 我们所谓的三宝就是 要单月营收有上 两百万以上才叫三宝 那第一个就是大众化的葱面包 那我们的葱面包的特色 我做的跟领一样大 这个就是我们的特色 那葱面包一般都会擦 咸味的蛋酱在上面 表面保护它嘛 可是我擦的是蜂蜜水 因为你擦蛋酱的话 它本身有蛋 它会产生菌素 那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帮消费者把关 所以我就使用了蜂蜜水在上面 那吃起来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口感 就是咸咸甜甜的 那另外一款就是大麦菠萝 大麦菠萝大家都有在做 可是我做的 我想要给消费者呈现的是 柔软跟断口性好 所以我把它用成32层的果油层次 加上表皮的菠萝皮 我们的是松酥的 酥脆的 那对我而言就是 皮控制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SOP 因为做面包其实蛮科学的 就是时间和比重都控制好 那就会有办法每一天的产品 都有办法顾到好这样子 对 还有一款呢 不是有三款 有三宝 那最后一宝就是 大家应该都知道罗宋面包 对 罗宋面包对我来讲 它有分软的跟硬的 那我们公司 我啦 我研发的是硬的 那硬的来讲 我觉得会比较有嚼劲 那你越嚼的时候就越香 对 那我都是使用法国的一个 发酵奶油跟无水奶油去制作 那就是会有一个 很不腻口的香味 就是会一口一口觉得一口吃这样 对 我真的不是因为录节目 才买了你的三宝 因为我还蛮尝到 你的店家买面包的 那你刚才说的葱面包 对 还有就是丹麦菠萝 对 还有我比较少买的 就是你所有的那个罗宋 但是我也买过 然后 但是因为罗宋看起来太 那个长相就是 比较没有那么吸引了嘛 所以其实 对 会比较少买 但是你讲的没错 我吃完罗宋的确是 觉得还蛮惊艳的 但是你也可以刚才看得出来 你这三款长卖型的面包 其实都算是比较 应该怎么说 就是不是很花俏的 就是说 所以是不是也说明 在面包市场上 真正可以常销的东西 其实是更 更简单 然后不是说一定玩了什么特殊的技巧 那你这么简单的面包里头 你的 你有没有你特殊的什么 撇步其实在里面 让人家觉得说 我一定常常来买 即使吃了很多次 像咸面包你知道 每一家店都会卖 菠萝也是嘛 但是我还蛮喜欢吃你的咸面包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里面 你有放甜的 这个 这一味进去让不一样 因为大部分我们吃到的都是蛋 没有错 蛋液 对 因为其实葱面包 我们早期在学习的时候 都是拌猪油 因为以前的师傅教导我们的时候 都拌猪油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一直研发 一直创新 所以我们的葱面包 其实是用无水奶油 下去拌的 代替猪油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这样子 你消费者吃的时候 负担会比较轻 对 比较有时候有的人可能会怕那种 猪油的味道 对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独特性 虽然是同样的东西 可是我也想要做 有我们的独特性这样子 对 那李军我记得 你很爱吃蛋黄酥 对 很胖的蛋黄酥 很吓人的蛋黄酥 对 而且你每年都要买很多的蛋黄酥 来送礼 那今天阿彬师傅有带了一个 女王蛋黄酥 是 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女王蛋黄酥 你开发这个蛋黄酥的特色在哪里吗 好 那首先蛋黄酥是属于油酥油皮类的嘛 那油酥油皮类口感就是要酥嘛 那你要怎么让它酥 就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现代 潮流的一个年轻师傅 那我们以前学汉饼的时候 就是跟老前辈 老老前辈学 那我们想要 我自己也想要转型 创新 那首先蛋黄酥成像起风嘛 它不是一个不会失败的东西 它越来越好 那怎么把它做的好吃 那首先第一个 我先从粉下去测试 以前的粉是用粉心粉 中粉去做蛋黄酥 去做油酥油皮类 可是它的酥度 好像没有那么办法持续很多天 可是它的酥又会让人家 停留在嘴巴不会化口 那我就把我们比赛的法国粉 拿来去做油皮 那发现做起来反而效果很好 就好像类似人家比国王派 还是什么酥皮类的东西 也是用法国粉 那我就 就是把它打入到蛋黄酥 它发现它的油皮的延展性变好 那你在烤焙的时候 它是不太会爆线 因为以前爆线的话就是NG 这样很浪费 所以我们要把它品质控制好 那就把它改用了法国粉 那相对的做起来反应很好 那盐的部分 那我们也改用了黑盐盐 那黑盐盐盐是这样子嘛 矿物质高嘛 那懂的人就知道 不懂的人我们怎么样让它知道 对 就是让它吃嘛 那吃完以后 它觉得很舒服 没有胃酸会起来 那大黄酥负担高 那怎么让它做成不负担高 那红豆沙线 奶油红豆沙线 我就想说那我们把它的糖分降一点 不可以降太多喔 降太多我没有办法保存 保存期限会缩短嘛 对 那就找了很多间红豆沙线去做比较 那也调了很多互相调来调去嘛 对 后来才去测试到一款蛮好的 就是它也是用法国的发酵奶油下去 就是自己炒嘛 对 然后后来又调整了油酥油皮的比例 因为你要抓的一定是黄金比例嘛 那最后抓到的是1比1的比例 因为油酥油皮比很重要喔 很重要 那后来就抓到一个1比1的比例 其实切肉丝是让它可以就是 切开的时候每一层都很分明 那在吃的时候你会爽口 增加就是它的脆度 然后其实我的观念就是 我希望让不管是消费者 还是我身边的好朋友 还是像两位主持人 爽口 美味 有哇的那个感觉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咸蛋黄 那咸蛋黄其实很多 都是红土腌制的咸蛋黄 可是它的天数不同 还有大小颗的不同 那我们想要的是哪一种 那我自己想要的可能是在20天至22天就好了 那我们回来处理就是会把咸蛋黄捞起来 然后上面撒一点黑盐 然后再喷一点高粱酒 下去做一个短时间的烤焙 短时间的烤焙只要把它的表面腥味跟酒的味道 散发掉 对 它就作为一个大红酥 那大红酥在烤的时候也是很重要 就是说 你要怎么让它烤才烤得够 对 因为烤过的话水分抽取掉才够 如果抽取不够的话 有两个重点就是会不输 很容易就生菌就坏掉了 对 那其实看似很简单 可是 每个真的好多 而且我知道就是阿斌师傅他 有在线上可以教这个蛋黄酥怎么做 他真的不尝试把这个过程都跟大家说明 所以真的要把握这次的机会 可以把这个线上课程给学起来 我刚才就在想说 我听阿斌师傅在讲皮 然后那个内馅 我现在想说 这应该要开课吧 果不其然就是心想事成 因为其实我从来不觉得小小的一颗蛋黄酥 是简单的 事实上连面包我都是这种看法 就是说因为我吃到的是这样一个东西 其实后端光是材料食材这部分 师傅要花很多的心思去挑最好的 应该说是最适合的 然后来呈现这个东西 那蛋黄酥当然是一样 然后现在除了表皮 然后内馅 就像刚才连红豆这部分 你要特别去选 然后一方面大家都觉得 蛋黄酥吃的会胖 一定要什么 除了要什么低糖 低汁还要低糖 但就像师傅说的 什么都低 最后可能味道也没了 然后又不能保存 所以黄金比例对你们师傅来说 就是你的私房比例 那我觉得师傅很不容易 愿意跟大家分享 我想你的着眼点就是希望好东西 可以让更多人轻易的就在他的生活里头 随手可得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 对大部分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对 那是不是我们在吃蛋黄酥之前 因为蛋黄酥是甜点嘛 对 我们是不是为阿滨师傅上一道不一样的料理 好 那我们今天要做自己做的天然的优格 因为外面的优格常常都会太甜 对 那我们要学习阿滨师傅的精神 然后自己来研发一个最天然 然后免用优格机的天然优格 我们今天要来自制天然优格 而且免插电无添加 直接用这样的一个厚一点的休闲锅 我们自己就可以来做天然的优格 那我们今天全部自己DIY就可以搞定 准备一公升的牛奶 这样子大概是一公升的鲜奶 什么很重要 温度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量它的温度 到达55度吸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那个天然的优格粉加进去 好 53 55了 好 那我们就把火给熄掉 好 拌一拌之后 把这个天然的优格粉 好 我们就这样子把它放进来 好 拌匀就好 这个温度很重要 就是你不可以太热 太热菌 这个优格菌呢 它就会被你杀死 但是太冷的话 温度不够的话 它也没有办法去让它发酵 好 那这样子我把它放到一个外锅里面 你看我的手摸 它是不会把热气给穿透出来的 好 那它就可以维持这样的温度 大概8到10个小时就可以 那如果有一些有乳糖不耐症的人怎么办 你用豆浆也可以哦 你只要把牛奶改成豆浆 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优格哦 好 那我们等8个小时咯 经过8到10个小时之后 我来看一下优格怎么样咯 哇 你看 我们经过8到10个小时之后 优格就会凝结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把这个外锅拿到冰箱里面去冰 那好了之后呢 你看我们的优格就可以维持这样的形状哦 这个是最天然完全无添加 也没有加糖的优格哦 那好的优格呢 我们还在做什么变化呢 我们今天要来做两道料理 一个是水果燕麦优格 这个奇异果啦 我觉得就是优格的好朋友 然后对我们肠道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 把奇异果都先切片 香蕉 好 现在就要来组合咯 好 我们把优格直接铺进来 水果 奇异果 还有我们的香蕉 好 要有饱足感 还可以加一些天然的燕麦 这个全联啊 就都买得到哦 都不用跑太远 像这个覆盆子也很漂亮 完美 有天然的花青素 好 我们的水果燕麦优格完成了 夏天来吃这个芒果优格冰沙 是最好不过了 既天然又没有防腐剂 而且完全你糖分不用再另外添加 都是用最好的枫糖哦 我们先把芒果先它的皮给刨下来 好 那用这个刨刀呢 你这个皮就可以刨得非常非常的薄 那就可以保留那个芒果的味道哦 好 我们可以把芒果先打成泥 好 只要用这个巴密斯的十字刀头 这个十字刀头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把这个芒果打成芒果泥哦 好了 就这么简单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倒在这个模型里面 然后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芒果冰砖哦 另外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优格 把它用在冰砖里面去放在冷冻库 就可以做优格冰砖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 到底怎么样做成芒果冰沙 好 我们可以先准备像这样的一个杯子 那我们先把一些芒果泥先铺在下面 好 我们先把这个优格 哇 你看 自己就可以做这个天然的芒果芒果冰沙咯 冰块在里面 哇 好好吃哦 好像优格冰淇淋哦 上面呢可以再铺一点这个芒果 芒果 薄荷叶 这一杯就是我自己做的芒果 芒果冰沙咯 好特别哦 好特别哦 你说明你用优格机 对 那这是什么皮的布啊 快讲 其实只要把温度 控制在大概在55到60度 那你那个锅子呢 只要能够持续 好 让这个温度可以保留久一点 那你只要用那个天然的那个芒果粉 就可以做出这个芒果 天然的芒果 然后你完全不用放糖 那就是用 用锅子就可以了 对啊 那就是用锅子把它 对 用锅子可以控制那温度 控制那温度 对 就可以 那你如果说你有乳糖不耐症的人 你要把牛奶换成豆浆也可以哦 你就把它换成豆浆 就变成豆浆优格 这可能有很多人其实是需要的 对 需要的 然后你看 我们就放上最天然的水果 你可以放香蕉啦 然后草莓啦 蓝莓啦 奇异果啦 那早餐的时候放个燕麦也非常好 然后这个优格啊 你还可以把它冰在冰箱里面 然后跟一些芒果啦 然后一起打成那个冰沙 我觉得超级方便 这看起来好不可思议的优哦 然后这个也是 这是芒果优格 对 芒果优格 也是用 对 就是把芒果砖跟优格砖 然后用巴蜜蜜打一打 就变成芒果优格冰沙 就我自己就可以作为甜甜大师了 当然了 所以我可以呼应我的面包大师 是 所以我们会有两个大师级的东西 在餐桌上就对了 那我们就可以搭配我们的优格 然后再搭配我们的面包 那我觉得这个不管在早餐 在点心都是非常好的搭配 这不是只是好的搭配吧 我就太甜蜜了 我觉得我们就变成甜蜜贵妇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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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